然后,他成功地享受到了,搬走呼过来的一巴掌,这段隧道很长,特别长,长到凤与恒暗暗去看空间里的时间,他们一行,已经足足跑了两个小时,可隧道还没有到头的迹象,连王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忍不住问了句,这隧道是通到哪里的,我们要走多久才能出去,连王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手死抓着搬走的胳膊,整个人差点就要趴到搬走背上了,他反问凤与恒,出去,为什么要出去,你不是要逃命吗? 你出去了还怎么逃?凤与恒不解,出去为何不能逃?就算这隧道通到松州城外,咱们跑了这么久,也该到头了,连王摇头,不不不,还要再跑一个时辰,才能见到出口,这隧道从松州城内的驿管,直接通到关州城西边的深山里,只有出了关州城,才算真正出了,北界三省的势力范围,你们才能真正的安全,什么?凤与恒都懵了,一条隧道,从松州一直通到关州不说,还延伸出一部分,直接到关州城外西边的山里,这端木安国是要 干什么,居然挖了这么长一条隧道,连王彻底跑不动了,直接挂在班走身上,不背不走,班走没办法,只能把他给背起来,却暗自嘟囔了句,长得倒不错,就是凶实在是太小了点,连王一点都不客气,张嘴就往他脖子上咬了一口,班走疼得就想把他给扔了,结果这女人一句话,就把他的想法给断了去,前面有不止一处岔路,你可得想好,扔下本王,你们累死,也走不出去,凤与恒劝搬走,你且忍忍吧,到山里就好了,连王哭丧着脸, 雅雅,我不叫雅雅,凤与恒纠正他,既然我叫你一声连王,你就也叫我一声郡主吧,不要,连王不干,郡主显得太生疏了,我们这么熟,我们这么好,我们这么轻,我们这么,凤与恒听不下去了,抬起巴掌,就往他屁股上拍了一下,别腻腻歪歪的,你还没告诉我,端木安国为何要挖这隧道,还有,这隧道你是怎么发现的,为何如此熟门熟路,咱们这么跑下去,端木安国会不会再出口堵我们,连王被他拍了一下屁股, 惹起一声极其销魂的魅叫,听得搬走那叫一个浑身难受,好在他也没太不着调,叫了一声,之后马上就回答了凤与恒的问题,却是告诉他,拉倒吧,端木安国哪有本事挖这玩意,这条隧道挖通的时候,他爷爷都还在娘肚子里呢,我跟你说,这隧道是当初北界三省,还在千州怀抱的时候,千州人挖的,比较隐秘,只有皇室人才知晓,所以,端木安国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这些年,也没少在北界安插人,这处地方一直就盯着,端木安国宣道投靠千州之后,千州国君,嗯,也就是我那个王八蛋堂弟,立即就把咱们下来的,那处地方建成了驿馆,雅雅,你放心,就算整座驿馆都毁了,那个入口也只会沉入地底,不会被端木安国看出半分端倪来,他说的有板有眼,可凤与恒的心却始终放不下来,一种危机感时刻萦绕着,以至于他神经紧绷,完全达不到连王所说的放心,很显然,同样的危机感搬走, 也有,而且他还问了出来,都这么多年了,端木安国发没发现,你们怎么知道,那老狐狸万一竟在掌握,咱们就这样冲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他说到这里,脚步突然就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凤与恒也一并停住,二人互看了一眼,立时明白,对方的想法,同自己是一样的,凤与恒说,我们在里面跑,肯定没有他们在外面跑得快,如果搬走的猜测是对的,那就意味着,我们要被堵在这隧道里,不会,连王摇摇头,很是坚定地说,不可能的,千州当初挖这条隧道, 为的是保护那条所谓的龙脉,如此重要的是,不可能被端木安国发现,怎么不可能,搬走,把人从背上扔下来,北三省百年不在千州国境,端木安国都干了些什么,你们怎么可能知道的一清二楚,凤与恒沉声道,别争了,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如今,我们人已经在这里,除了继续往前走,根本没有别的路,回头是不可能的,那么就走走看,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们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事,的确,有他在不会有事,因为无论何时何地, 凤与恒都有一个保命的手段,只是不到紧要关头,那个地方,他还不想暴露出来,连王自知自己的话没有什么说服力,便也不好意思再让搬走背,强托着两条疲惫的腿,跟着他们走,渐渐地就落了后,凤与恒回头瞅了一眼,心中暗叹,这人到底是皇室中人,只怕从小到大,都没遭过这样的罪,今日跑了这么远,又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他累也是正常的,于是跟搬走商量, 要不你就再背他一程吧,搬走摇头,不干,搬走,他同他商量,背上他,我们能走得更快,搬走,却反问,如果他是奸细呢,如果他是故意,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等着端木安国瓮中捉鳖呢, 这句话,凤与恒没等说话呢,连王不干了,就见那原本已经累的,快要四脚爬行的女人,猛地一下窜了起来,直接跳到搬走背上,两条腿往他腰上一盘,一手搂着搬走的脖子,一手扯住他的头发,发很地道,妈的,老子要是想害你们,在驿馆里直接拿下不就得了,还费这个事,你他妈的知不知道,驿馆里的防御一旦启动,所有身在驿馆的人,不论是谁,都无法再跑出去,老子这是牺牲了自己身边,服侍多年的两个丫头, 还有那么多精卫的性命来帮你们逃出去,你他妈的,却还在怀疑老子是奸细,老子今天不打死你,我就不信封,他说着说着,真就发了狠,拼了命地去拼搬走的头发,搬走又岂能认他发疯,两人当即便扭打起来,连王不会武功,打得那叫一个难看,一个举世无双的大美女,此刻手脚并用,衣裳也乱了,头发也散了,甚至连牙都用上了,却依然打不过搬走,几个回合就被搬走给压倒在身下,连王气得咬牙, 你他妈的变态,放开我,这是什么姿势,凤语横俯额,这姿势是不太雅观,可这位大美女啊,你这一口一个他妈的,难道叫雅观吗,搬走也来了脾气,大声喝道,老子也还没瞎,老子看不上你,老子就是想凑你,最好凑乱你这层皮,把你打到你娘都不认识,妈的,老子的娘早死了,你有本事把她挖出来,让她认,让她认,两人谁也不让步,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就这么互相扭打着破口大骂,你打有本事,你往往往往, 我胸上打,正好我也给你证明一下,是大事小,哎哎哎,膝盖往哪儿抵呢,那是你该碰的地方吗,你要是对老子,有意思就直说,老子后宫也不差你一个,小子,你封爷爷的腰,不是你能乱摸的,把手给爷爷撒开,凤语横无语问苍天,就在这时,突然有一阵奇怪的声音传入他耳机,凤语横一惊,赶紧喝止那打闹的二人,都住口,你们听,狭长似无尽头的隧道里,突然传来的响声,让三人都定在当场,各个侧耳倾听,只闻那声音由身后传 原来,也说不清楚远近,回音彼此彼伏,动静倒是越来越大,莲王最先害怕了,哆哆嗦嗦地问,神什么动静,凤语横跟班走二人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个讯息,半晌,凤语横终于平静地开了口,说出来的话,却让人无法平静,他说,雪崩,什么,莲王的脸一下就白了,常年生长在冰雪国度的他,又怎能不明白雪崩的意义,更何况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如果上面发生雪崩,那他们岂不是要被活埋,快走,凤语横最先有了反应, 抬腿就跑,就在他跑起的一瞬间,轰隆一声,身后的响动又逼近了几分,搬走也不落其后,闷头就要跟着跑,却被莲王一把给抓了住,你等会儿,等等我,他摆脱不掉,只能一路连拖在拽地带着莲王一并逃命,三人就像是在走断桥,跑一步,身后的响动就大一点,渐渐地都能感觉到头顶有石块碎落,灰尘开始遍布在这条隧道中,为他们的逃跑增添了不少难度,嗨嗨,莲王开始咳嗽,隧道里空气封闭,石块带起的 灰尘越积越多,空气质量下降到一个极差的程度,搬走一边跑,一边跟凤雨恒说,不太对劲,凤雨恒点点头,这种坍塌像是人味的,可能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雪崩,倒像是上头有人一路,顺着这条隧道在砸地面,他扭头看了一眼,死扯着搬走胳膊,紧跟在后的莲王,皱着眉道,还说这地方绝对可靠呢,如今看来,端木安国很显然已经发现了隧道的秘密,早不知道多少年前,这条隧道就已经为他所用了,咱们就这么傻乎乎地钻进来,无异 自投罗网,莲王连壳带喘的,用袖子捂住半张脸,一双眼里却毫不掩饰地蹦射出立光,端木安国,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他碎尸万段,搬走皱着眉问了句,你跟他到底有什么仇,莲王冷声道,不供带天之仇,话音刚落,脚下被凸起的石头绊了一下,连带着他整个人都往前栽了去,偏巧凤雨恒和搬走二人也在躲着脚下凹凸,没接住他,这女人下一刻便四仰八叉地摔到了地上,塌压的一声惊叫,摔得骨头都� 一只拽着搬走胳膊的那只手,不得不松开,掉落在地,磨破了手掌上的一块皮,前面二人赶紧停下来,想要把他扶起,搬走无奈地将人背在背上,继续艰难前行,凤雨恒越跑越觉得危机感甚是强烈,直觉告诉他,若是再走下去,即便到了出口,那等待他们的也只有死路一条,他抬头往上看,问那莲王,这隧道有多深,从这里到顶上,大概几丈几尺,莲王想了想,说差不多一十五尺,他顿了顿,有些不确定地问,干什么? 难不成你,还想挖上去,凤雨恒白了他一眼,没支声,但心里却已经算计开来,一十五尺,差不多就是五米,有点高了,药房一层的举驾,高度是两米八,如果要穿过这五米,他们必须得爬到二楼的屋顶上,又往前行了大概五十步,三人跑到了一处岔路口,莲王伸出去的手,刚往其中一条路上指去,忽然一股子焦糊的味道,自那方向传了过来,搬走下意识地就拉着,凤雨恒退了一步,急声道,有烟,而岔路没有被指的那一头, 竟也开始出现塌方,大块的石头木条往下落,只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路,给堵了个严严实实,凤雨恒摇了摇头,千周的隧道,也是豆腐扎工程啊,烟越来越浓,呛人的气味传来,让他们不得不步步步后退,搬走说,看来不只是烧火,还烧了炭,我们若再不想办法,怕是很快就要窒息而亡,连王脸都下白了,不断地强调着自己还年轻,还不想死, 可烟尘入鼻清沸,到最后,他咳得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办法说出来,搬走也不再跟他对着吵,把人又往紧了背背,尽量用自己的身子,把烟尘挡住一些,凤雨恒轻叹,他知道,再不走怕是,就真的走不了了,于是当机立断,从空间里直接掉了两只,他从前,睡觉用的眼罩出来,一个给连飞蒙上,一个给搬走蒙上, 然后左手抓着搬走的万尘声道,你们不要怕,听我说,眼上的遮挡物,万万不可摘下,跟着我,我让你们怎么走就怎么走,连王有点害怕,这种被蒙了眼,失去事物能力的感觉特别不好,他下意识地把搬走的脖子,又搂紧了些,搬走倒是对凤雨恒绝对的信任,他更知道他家主子,有些异于常人的本事,于是他什么也不问,只点了点头,我明白。 好凤雨恒深吸一口气,就在浓烟滚滚中一息热浪,扑面而来之际,一念一动,眨眼的功夫就带着那二人,一起进入到药房空间,一连王诧异地叫出声来,刚刚分明热得不行,脸都陷了灼热,他正想用手去眼住面,突然之间,温度竟然平缓下来,不热了,不冷了,没有呛人的烟味了,也没有坍塌的轰隆声了,一切都好像静止了一般,尽到他一度以为是又回到了连王府里,之前的一切都未曾发生过一样,然而,凤雨恒的声音, 马上就把他的思绪给拉回到了现实,他对搬走说,跟着我,左转三步,前行六步,上台阶八阶,左转一步,再上八阶,搬走点头,记下了,凤雨恒的左手,始终握着搬走的腕,搬走一只手,在后头拖着连王,三人就这样,上了药房的二层楼,凤雨恒找了一处空地,算了算位置,然后再道,我数一二三,你就运轻功,带着我们二人一起往上窜,记住能窜多高就窜多高,懂吗?放心,搬走深吸一口气, 虽然不明白自己现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凤雨恒这样做,又是有何用意,但长久以来的经验告诉他,听主子准没错,风招连这女人,此刻已经彻底蒙圈了,他家的地道里也没有台阶啊,这两处台阶加起来有十六级,这得上多高啊,整个隧道也没这么高,快到地面了吧,到底是怎么上来的,他控制不住,想要去接眼罩。 凤雨恒的警告声却传入而来,他说出,如果摘了,我就把你扔在这儿,一辈子也别想看到太阳,连王一哆嗦,手就放了下来,凤雨恒冷声道,准备好,一二三,他一声三缸出口,搬走猛的一下就窜了起来,速度奇快,冲力也极强,他迅速抬头,眼瞅着他们三个的头顶,就要撞到药房的顶棚了,立即手抚左腕,意念一动,瞬间就从空间里回到了现实, 出来的一刹那,一股子极强的冷空气,袭面而来,风雪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刮得凤雨恒都睁不开眼,搬走,跳得比地面要高出许多,下落的过程中,下方突然传来的一声惊呼,令三人齐齐一震,天上有人,凤雨恒紧闭的眼瞬间睁开,同时手中树莓银针甩出,但听下方扑通扑通几声,叫嚷立即就停了下来,搬走落地后迅速扯开自己的眼罩,待看清当前形势时,前方一柄长刀也当空劈了过来,三人还没等喘一 一口气呢,就已然开打,凤雨恒凝针抽出军刀,跟在搬走身侧,一刀一个敌人,倒也砍得痛快,打斗间,他看到地面上散放着无数木桩铁锤之类的器具,想来应该是为破坏隧道,上层冰土地面而准备的,很显然,下面的他方,的确是人为,而且,这些人对于这条隧道的走向,还一清二楚 连王已经从搬走的背上滑下来,为了表示自己不是累赘,他果断地从地上捡了两块石头握在手里,虽然直到现在也没有砸死一个人,但好歹也算是给自己壮了胆 搬走护着二人边打边撤,同时不忘挤兑连王,看来端木安国不但,把这条隧道入口和出口摸得门清,就连路程走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居然还敢认为那里是安全的,连王被他堵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却也知道自己理亏所幸不去争辩 凤语恒倒也没怪他,只是问道,你好歹是这边的人,这地势总该熟悉吧,我们现在应该往哪边跑,连王道,当然是往西南 你们的大军驻扎在那边,你只有往那头跑才有活命的机会,搬走皱眉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大军驻扎在西南,言语间颇为警惕,连王眼一瞪 你什么意思,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大顺要打千州,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大顺的兵已经在北界驻扎,怎么的,他们那么些人往那块一堆 你觉得这还能是什么秘密吗,你出去打听打听,连三岁小孩都知道那地儿有兵 老子,堂堂一个千州王爷,知道点消息怎么了,怎么了 凤语恒无奈地制止这二人争吵,果断地做了决定,往西南方向去,投奔潜礼 说完,随手就从袖子里摸了个指南针出来,奶奶的这大风雪的天,让他变个方向还真是不容易 可这抬起的脚步还没等迈出去呢,袖子就被那连王轻轻扯了住 他回过头,用目光询问,就听连王道,哑哑 你们走吧,我就不送了,凤语恒反扯过那红衣袖子,轻轻地摇了两下 开口反问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了 连王说,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他往下指了指 对面二人的目光集中到他的脚上,他们这才发现,原来在打斗间 连王的鞋子被敌人的武器划了开,里面的袜子也坏了 他的两只脚就那么直接地踩在雪地上,动得发轻 凤语恒紧锁起眉,想都没想,直接蹲下身来,伸手入袖 从空间里拿了一双羊毛袜子出来,抬脚 他将连王的脚踝握住,轻轻地从雪地里抬了一下 皮肤与冰雪贴得久了,有些粘连,这一台就带起一块皮来 凤语恒心里一颤,急不舒服,连王似能察觉他的心理变化 赶紧就说,没事没事,我不疼,真的,哑哑,你跟班走快点跑吧 我就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准会来人,我好歹是千州的王爷 端木安国纵是恨我也不可能杀了我,你就放心吧 凤语恒亲手将袜子帮他穿好,沉声道,把嘴给我闭上 然后起身,再吩咐搬走,你背他一程吧 就算要分开,也不该是现在,好歹到安全的地方 他一边说,一边四下看了看,这里十分空旷,倒也是在山里 但却是两山之间,四周平坦,连个被封的地方都没有 要是把这女人就这样放下,就算不被端木安国的人给杀了,这恶劣的天气,也得把他给冻死 对于凤语恒的吩咐,班走没有二话 但背起连王后,他却忍不住地问了句 我说,你就是为了让我背你,才故意说不走了的吧 妾怜王一嫂之前赶伤,狠狠地白了班走一眼 放心,老子对你没兴趣,老子喜欢的是那种温柔体贴又脱沉入仙的人 你根本连边都搭不上,出乎意料的 他这话不但没立即得到班走的奚落,却明显地感觉到,背着自己的这个人,猛地哆嗦了一下 疑惑间,就看到身边走着的凤语恒也打了个机灵,连王就纳闷了 你俩冷吗?那本王的披风给你 他倒不含糊,伸手就要去解自己的披风,凤语恒赶紧将人给按住 我心冷,披风暖不了,别折腾了成吗?老老实实地趴着,就当给班走减轻点负担 你以为在这大雪地里,背着个人很轻松吗?他决定不再理这个女人,还喜欢神仙样的,神仙能看得上你吗?虽然长得是不错 凤语恒心中暗自附斐着,脑子里却还是不自觉的,就浮现出玄天华的身影来 他用力甩了甩头,这简直是噩梦,噩梦啊 几人就这样在风雪中行走着,从天黑到天亮,再从天亮到天黑 神经时刻保持在紧张的状态,随时随地都要躲避,和对付端木安国的追兵 但好在天气情况恶劣,再加上山中地势险要,跑的人不容易,追的人也辛苦 更何况凤语恒时不时地甩几记麻醉针出去,后方追兵莫名其妙地就倒地长睡 也是让人心惊胆战,终于身后追兵被完全摆脱,三人也走出了山口 连王指着一条小路说,往那边走,一直走会经过一个镇子 过了镇子之后,就是你们大军的驻地了,哑哑,在镇子上固辆马车给我 我自己回去就行,你们就该干嘛干嘛吧 凤语恒点点头,脚步加快了些 他知道,不可能一直带着连王,能到镇子上固辆马车送他回去,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只是到底还是有些不放心,却也只能提醒到,自己长成什么样,就该有什么样的觉悟 找快步把脸蒙上,别就这么在外头招摇,万一被哪个山大王相中了 抓你回去做压债夫人,我可就不了你,连王点头,牙牙你放心吧 谁要是敢把我弄上山去,那就只能算他倒霉 我保证能折腾,到他放弃山寨逃跑,搬走又一哆嗦,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凤语恒觉得,跟这女人就不能正经说话,他干脆放弃劝慰 却是对他说,如果你平安回到松州,若是还有能力的话,就帮帮富雅他们一家人 说到底是我害了人家,我总不希望他们有事,呸呸呸,什么叫我,若是还有能力,我是千州的连王 怎么可能连个臭丫头都救不出来,牙牙你放心 本王回去就勒令端木安国那老皮肤放人 凤语恒点头,没再说什么 气氛有一丝沉闷,可脚步却更加快了起来 半日后,连王说的那个镇子,终于现在眼前,搬走四下里看了看,变了一下方位 这才道,这应该是关州与黎州之间的一个镇子,从前算是真正的边境 只不过后来北界三省归了大顺,这里就成了平常之地 过了这个小镇,就是黎州范围 前副将的大军,就在黎州城外 凤语恒在镇子里,给连王找了辆马车,又给他买了双鞋 再三跟他确认他,自己会赶之后,这才没有雇佣车夫,连王坐在马车上 一手握缰绳,一手拿着马鞭,双眼睛着凤语恒,依依不舍 凤语恒说,我知道你出来得及,身上也没带银子 所以给你的袜子,还有这辆马车,还有你穿的鞋,就不跟你算钱了 就当我抵了你的救命之恩,虽说你,也没救着我的命 还是我救了你,不过我不跟你计较这个 你保重吧,连王错呃,不是说,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虽然后来我还是没能带着你们,从隧道里走出来,但最开始,要不是跳到隧道里 你们再一管就会被抓,搬走白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才不会 连王挠了挠头,有些尴尬,再看看凤语恒,一脸的不正经 终于渐渐泄了去,他低了头,很是沉默了一会儿功夫 再抬起头来,称呼就变了,基安郡主 他说,我知道你是基安郡主,我也知道,你恨千州皇室 没关系,我也恨,但我毕竟姓风,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你今天看到的,我不一定是最初的我 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有可能欺骗你的眼睛,但是请你相信 我对你没有恶意,当然有所图到是真的 只是不是现在,总有一天,我会来求你 希望到那时,你别把我拒之门外,风家欠了你弟弟一根手指 我那份,总有一天会还给你,至于其他人 你最好把他们都杀了 当说到要凤语恒把千州皇室都杀掉时 凤语恒很明显地从这女人眼里,看到了浓浓的仇恨 他不知道同为千州风家人,这连王为何会有这样的仇恨在心 但是很显然,对方并不想在这时候告诉他答案 他想了想,点了点头,再摆一摆手道 我记着了,你快走吧 说完拉了班走掉头就走 依稀听到那女人在后面喊 要记得我救过你的命,要记得感恩啊 感恩,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凤语恒二人的脚步又快了许多 这镇子名为边安 班走说,是从前为了寓意边境安宁,才起的这个名字 消停了百多年,现在似乎又要用上了 边安镇不大,全镇不过两百户人家 时下还没出正月十五 街上依然很热闹 走动的人们相互遇见,都会打个招呼 镇子一小,多半百姓就都认得 有些还是亲里亲去的 遇到一处,总是会落上一会儿 这落着落着,八卦也就入耳了 你们听说没有 北界的大都统,似乎投靠了千州 说是要把北界给千州还回去 这国土还带往回还的 那端木安国,不过就是大顺朝的一个官员 他有那么大的权力 你傻呀,他既然投了敌 那就相当于叛了大顺 不再是大顺官员了 再说北界那些百姓 多半也都是千州人 人家的心说不定都是向着千州的 呀,人们正聊着 突然有一人就惊呼一声 随后一脸担忧地道 我家里侄女去年嫁到了北界 这北界一叛敌 那嫁过去的人成什么了 经他这么一提醒 人们纷纷意识到 这个严重的问题 游得边安镇离关州很近 两边通婚也就成了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边安镇有很多人嫁到北界去 北界也有很多人嫁到镇上来 有太多千州血脉与大顺血脉通婚 生儿育女 就像那妇人说的 如果北界叛了敌 那么那些嫁过去和娶回来的人 又成了什么 凤与恒站住脚 侧耳听了一阵 却是眉心一动 在他看来 这倒不视为一个回拢明星的途径 端木安国打的是千州血脉的亲情牌 那么反过来 他这边也可以打大顺血脉的亲情牌 北界与大顺 这么多年下来 打断骨头都连着筋 哪是那么容易说分就分的 凤与恒觉着 这主意不错 正想着 却见在火聊天的百姓中 又有人加入进来 那人一过来 就带来了一个大消息 你们听说没有 北界的大都统贴出告示 说他们抓住了大顺的基安郡主 富亚被端木安国抓走没杀 最终的结局凤与恒 几乎已经猜了个八九不停时 可却没想到 居然会这么快 放着一个长得和他如此相像的富亚 端木安国若是不加以利用 那他就是傻子 可惜事已至此 他当初没能力顾及富家人 现在依然没有办法 但愿端木安国觉得 那一家人活着 对他还有用处 这样便还能为他争取些营救的时间 凤与恒宇搬走二人 此时此刻正骑着马 往关州城南大门的方向赶去 他必须要过去看看 自己被抓的消息 边安镇的百姓都传了开 也断然会传到钱里的大营 他虽不认为 身为副将的钱里 会不顾一切地带着大军 冲进北界只不营救他 但大军里有神机营的将士 那些将士 是他从三万人中 一个一个挑出来的 是他一手提拔 并亲自叫手出来的 他怕的就是 神机营会冲动 他若真被抓了倒也罢了 现在明明就是端木安国使了诈 若是将士们争取救人 定会陷入端木安国的圈套 他绝不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二人将马催得越来越快 茫茫血缘中 一如离弦之剑般向南冲去 这两匹马 据说是混了千周的种马配升而成 更加耐寒不说 体魄和速度 也不是普通马匹能比得了的 卖马的人要了高价 每匹三百两银子 气得搬走 差点没杀人夺马 凤与恒倒觉得不亏 只要能让他尽快赶到目的地 这点前他还复得起 二人谁也不说话 就不停地挥边催马 即便是这样 也行了整整一夜 直到次日清晨 才在雪雾蒙蒙中看到 前方隐隐绰绰地关周城门 凤与恒将马勒住 总算是暂时停了下来 他对搬走说 我想起个事来 那女人自己回北界了 走得不知道是哪条路 但我瞅着方向 肯定不是南大门这边搬走点点头 是往西去的 你说会不会出事 他有些担心 不管连王氏出于何种目的来接近他 但至少至今为止 并没有做出危害他性命的事情来 更何况 这人长得好看 就是得多操心啊 我怎么也放心不下他 搬走气得咬牙 自身都难保了 你还管别人作甚 凤与恒摇头 还不到那个份儿上 不管怎样 我自身总还是能保的 他想了想又补了剧 特别是你们谁都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保命的能力会更强 搬走突然就意识到 他家主子话里又有话了 不由得骤起眉来 很是警惕地问 你又要干什么 搬走 凤与恒扭头看他 要不你往西边迎迎他吧 至少沿途也能留意一下看看 有没有打斗 或是谋人性命的痕迹 我不能亲自送他 总得知道他是不是平安 搬走都无语了 你不是恨千州人吗 千州皇室剁了小少爷一根手指 你不把那连王给剁了 还替他担心 凤与恒摇摇头 一马归一马 再想想 又觉得这样的话不是很有说服力 于是干脆实话实说 我不就是瞅他长得好看吗 搬走 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媳妇的问题 我去找 搬走再不想听这死丫头说话 码头一转 陶也是的就冲向了西边 该死的 他家主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他口味有那么重吗 什么人都能收 公母都不分了 凤与恒看了一会儿 搬走离去的背影 也是有点后悔不该管那档子闲事 再想把人叫回来 却是已经晚了 搬走那小子一脸的不乐意 去得倒是比谁都快 凤与恒无奈地摇摇头 打了马又往前走了一段 可这一段 走得却是很辛苦 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总觉得有一种情绪在心中不停地起伏 好像前面有什么 在牵引着他 让他对前方突然生出许多期待 这种期待不是原本 对于大顺将士冲动救人的紧张和焦急 而是一种突出其来的满心欢喜 直到关州城南大门 已经破开晨雾清晰可见时 凤与恒终于知道了 这种期待来自何处 就在南大门的对面 五十步的距离 数万大顺将士整装齐聚 战车十二辆盾阵十二座 神机营将士站盾阵之上 各个抬弓搭建 剑尖 直指关州城墙上方 而在那城墙上方 与大顺将士对立的 是端木安国那个长子 端木聪 以及无数北界军将 然而 这一切都无法吸引凤与恒的目光 他的眼里心里 此时此刻 就只有一个身影存在 紫色战袍黄金面具 胯下是一匹赤色宝鞠 北风呼啸而来 就像一个战神般立在那处 无人可以动摇 凤与恒心下砰砰而动 他怎么来了 端木聪是端木安国最年长的一个儿子 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 都跟玄天明不在一个层次上 端木聪定了定神 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地 将心理状态 调整到一个巅峰 这才运了气大声地道 玄天明 我关州城墙高十丈后五丈 就连那座城门 都是加了青铜而至 我倒是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破我关州 一番狠话放过去 他本也没指望能吓住对方 却依然只受不了玄天明 那副一无所谓的模样 就好像他说的是 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 只换来对方轻蔑一笑 军心半点都未曾动摇 端木聪心有不甘 不由得再次喝倒 玄天明 即便你数万大军 可破这座城门 北界将士也必 与你血战到底 关州城十万百姓 也恭候你的到来 有本事你就图了这关州城 我端木聪倒是要看看 一个连百姓性命 都不顾的将军 又有什么资格要天下明星 扑吃 玄天明直接被他给说乐了 只不过 这种笑理 轻蔑之意更重 好的是 他终于肯开尊口 与端木聪进行一番对话 坏的是 玄天明说出来的说话 差点没把个端木聪 从城墙头上 给气得一头栽下来 他说 图城 图城就图城 本王从来就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跟我讲明星 笑话 和我讲生灵涂炭 我玄天明得不到的东西 毁了又如何 这北界 三省的百姓 要是跟你们端木家 长着同一颗心 穿同一条裤子 老子还真养不了他们 图了也罢 他说着 头又往高养了养 那种与生俱来的不可一世之态 在此刻再一次显现的淋漓尽致 告诉你们 整个北界 所有人捆在一起 都没我媳妇一人值钱 这天下所有人站到一处 也没我媳妇一人 能吸引我的注意 端木聪 老子就这个态度 说是北界抓了我媳妇对吧 听好了 那死丫头 要是少了一根头发 老子就把你端木家的祖坟给刨了 每一具棺材 都挖出来鞭尸晒骨 然后再把活捉的 新鲜的塞到棺材里 去 废物回收利用吗 也不能浪费的那些个棺木 你看行不行 端木清气的简直快要吐血 然而 玄天明的话却还没有说完 就听那气人的声音再度传来 区区北界 连千周都比不上 还想跟本王斗来人 他大喝一声 右手高抬 准备攻城 一声令下 后方将士中 立即有两队人 一步逼近关州城门 脚步一致 力道十足 踩得冰雪地面都丝丝开裂 端木聪倒也不至于被这阵势吓到 他当机立场大声吩咐 弓箭手 准备 哈哈哈哈 玄天明放声大笑 好像听到了这世上最好笑的笑话般 狂妄又嚣张 待他终于笑够 却是一台手扬声道 神射 给墙上那个东西看看 什么才叫做弓箭手 神机营的五百神射 全部跟着玄天明出正而来 此刻听其召唤 立即有十人驱动战车上前 手中金弓直对着城墙上方就瞄了去 玄天明提醒他们 吓唬一下就好 别都给射死了 那样可就不好玩了 十名神射点了点头 瞬间实弦齐名 一人两剑 二十只剑伴着空气的斯明呼啸而去 从下至上 破开风雪 哪怕城墙上的冰疆急忙躲闪 却依然躲不过 似长了眼睛一般的追踪剑法 剑无须发 眨尖功夫 端木青身边二十人 全部倒地身亡 最近的一个 离他不过半步远 端木聪突然就想起 北界曾经接到过的一份密报 密报上说 从前全天下都公认的 举世无双的千周追踪剑法 却被大顺当初还是 基安县主的凤与横给破解了去 而且不但破解 甚至使得比那千周神社还要精妙 密报上还说 基安县主也组了一支神社队 亲自传授剑法 以其立刻千周 如今 眼瞅着身边的人 被下方离得那么远的剑射中 端木聪心中的恐惧匆袭来 再也没退下去过 他亲眼看到 那剑射来的时候 有几个将士 已然吓得要跑 可跑动间 射过来的剑 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人往哪跑 他就往哪射 直到射中目标才算作罢 这不是追踪剑法又是什么 端木聪第一次蒙生了退役 哪怕关州 有极高极厚的防御城墙 他还是无法摆脱心中恐惧 他还是觉得 哪怕自己射到了城墙后面 那剑一样会钻透城墙向他射来 不过 端木聪目光一领 大丈夫总不该在军前示威 总不该被敌人刚刚显露出的 一点强势 就吓得临阵退缩 他手里还有张王牌没用吗 不是吗 端木聪突然之间大笑起来 就像玄天明刚刚那样 很猖狂 却怎么笑 都让人觉得是硬装出来的 笑了一阵 他自己也笑不下去了 干脆一挥手 吩咐身边将士 把人给我带上来 我看那九皇子的嘴巴 还有没有刚刚那般硬气 很快的 一个堵住嘴巴的女子 被将士押送上来 一根粗长的绳子将人捆着 绳子勒得胳膊上的衣物都皮了 那女子面色惨白 整个人生气少死其多 完全靠着那将士的力气支撑着 否则自己一个人很难站住 已经下了马躲在远处 雪堆后面的凤雨横 此刻眯起眼睛往上看去 一眼便认出 那人正是富雅 才几日的功夫 就已经被折磨成这副模样 这让他心中的愧疚 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 城墙之上视线不错 富雅被风吹得一击灵 下意识地就惊醒起来 这时就听到那端木聪 再度大声地冲着下方喊道 九皇子 睁开眼睛看看这是谁 纵视你有神社 你有数万精兵 重视你不把我北界放在眼里 可是你仔细瞧瞧 这个女人是谁 早在富雅被推上城楼时 玄天明的目光 就往他那处投了过去 不止玄天明 整个大营的人 都往那处看了去 被折磨得那样憔悴的一个女孩 却让他们有些不敢认了 那是郡主吗 不是说 郡主无所不能战斗力十足吗 会被折磨成这样 最终万千想法急到一处 演变成 如果真是郡主 那这个仇 就算图了北界三省 也无法泄心投之恨 不过 很快的这件事情便有了答案 而且 答案还是玄天明给他们的 白泽就在玄天明的身边 他亲眼看到他家主子 在看到那女子被押出时 明显地松了口气 眼中一直隐含着的浓浓担忧 一扫而空 终于笑得邪魅起来 一个替身而已 本王还当是什么好戏 想来你端木家的本事 也就这样了 简直让人没有任何期待 玄天明说着说着 自豪感就上来了 抓到了基安郡主 你们也太小看本王的媳妇了 他要是那么轻易的 就能被你们抓住 又怎么可能在 端木安国的眼皮子底下 烧了他的府邸 那场大火烧得好啊 本王很是满意 带我大军攻入松州城 本王会亲自往都通府遗址进行查验 要是有烧得不够干净不够透的 就再重来 端木葱一口老邪涌上喉咙 差点就喷出来 他万没想到 这个在所有人看来 都跟那基安郡主十分相像的女子 居然一眼 就被玄天明给拾穿了去 他也没有料到玄天明 居然这么快就到了关州城下 按他的计算 玄天明的大军 想要到达北界 至少还需十日 然而 就是这么天不作美 玄天明来了 别人认不出 但他一眼 就能认出自己媳妇 傅雅这个替身再没用处 端木葱眼瞅着玄天明挥了手 下令神社 换上绑了火油的箭支 神社拉弓搭建 纵使他背后也有一万精兵 依然底气不足 就在端木葱以为这一场战火 马上就要拉开畜牧时 就在他准备 命令弓箭手准备城防时 就在他想要一刀杀了傅雅 以泄心投之恨时 突然间 天地间竟不知从何处 传来了一阵诡异莫名的声音 夫君别放火箭 万一不小心 烧毁了城墙烧化了大门 以后咱们住进去 还得再花银子维修 实在是太浪费了 而且 实在不愿再闻 这声音一出 玄天明眼睛立即一亮 几乎不需要分辨地 便将目光投向一个地方 那处是茫茫雪原 有挺多个雪堆立着 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不过他 就是能猜得到那死丫头 正躲在哪个雪堆后头 也能想象得到他此时此刻 定然是又用了乾坤空间里 那种叫做扩音设备的东西 这样的声音 普天之下 就只有他的横横能够发得出来 他笑了 不止他笑 白泽也笑 钱力也笑 神经营的将士也笑 那些从京郊大营来的人 都跟着笑 他们一边笑一边告诉 西北驻战调牌来的兄弟说 听到了没有 那就是我们的激安郡主 我们就知道是这样 以郡主的本事 北界想要抓住他 下辈子都没有任何可能 兄弟们带拿下关州 本郡主请大家酒喝 他笑嘻嘻地说着话 同时四觉出玄天明的目光 正在往这处探来 顿时心情更好 话音在起时 便是问那端木聪 为端木家的那个 你信不信 有地狱的勾魂使者 他能够在眨眼之间 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 来取走你的性命 不管你身在何处 不管你在干什么 不管你看不看得到 更不管你防不防得着 你的命都会在不知不觉 无声无息间不属于你 姓马姑奶奶今天 就亲手来勾走你的魂 话必扩音气收 眼睛却是凑到一把狙击枪的进口上 老早就已锁定的目标 此刻都不需要瞄准 直接扣动扳机 装了消声器的枪口 只发出一声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响动 与此同时 那个站在城墙之上的人 没心处突然就多了一个血窟窿 继而倒地身亡 凤宇恒从不曾想过 药房空间除去上下两层 跟着他来到大顺之外 那个原本打不开的地窖 今日竟突然也能够打得开 当他前世藏在那里的枪支弹药 再次展现在他的眼前 他震惊之余 下意识地就拿出了一把狙击枪来 凤宇恒一枪打死了端木聪 不但北界的将士蒙了 就连大顺的将士也都震惊非常 好在玄天明依旧保持清醒 就准备去接他家媳妇过来 可对面城墙之上大乱之际 那个与他家媳妇 像得连他都有几分错愕的女子 竟然被人推了下来 玄天明根本来不及救 离得太远 下落速度又太快 即便他全力展开轻弓 也无法保证 一定能把人给救下来 更何况两军对垒 他主帅身份 如何能独自冲到对方城防之下 所有人的目光都往那处集中了去 包括凤宇恒 他甚至已经条件反射式的 冲出雪堆要去救人 然而就在这时 城墙侧方一个身影 快如闪电般急驰而出 奔着那傅雅就冲了过去 一个下落 一个搭救 两人就像是在赛跑一样 眼瞅着傅雅的衣角 都已经沾到了雪地面 那人的手 也终于伸到对方身下 双臂平斩 稳稳地将人拖住 凤宇恒松了口气 可马上却又将眉心紧锁起来 搬走 他不是去救连王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救人的正式搬走 此刻他正拖着那傅雅 一脸好奇地看着怀里的女孩 像还真是像啊 他之前只听凤宇恒说过 有一个跟他长相有几分像的女孩 他正是顶了那女孩的名字进的宦馆 可他从没想到 这两人 长得竟会如此相像 眼前这女子 除了没有凤宇恒 那一脸骄傲坚定之外 五官样貌 简直像到了九成 你是谁 傅雅从惊魂中清醒过来 对于自己能够在危急关头 被人搭救 实在是诧异莫名 更何况 眼前这人一身黑衣 相貌虽不出奇 但眼中寒光蹦现 却是看一眼 就会让人心惊 主子让我来救你 搬走一开眼 不愿多说直补了句 就是那位与你长得很像的姑娘 说完 抱着人抬步 就往玄天明的大军方向走去 大军在玄天明的号令下 已经向城门直冲过来 城墙上方 亦有弓箭手开弓搭箭 箭支如雨般落下 迎着冲上 前来的将士们 总会有躲闪不及的人 被箭支擦伤 索性并没见自己人倒下 倩雅死死地搂住搬走的脖子 从城墙上被推下来的恐慌 还在 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又来 让从未见过这般阵仗的女子 惊得大气都不敢出 但搬走身法奇快 纵是箭雨来袭 亦能平安避过 而拖着她的手臂 也是莫名的平稳有力 那种力量传到她心中 渐渐地 富雅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竟也敢睁开眼睛 往方城墙上去看 只是这一看间 满眼的仇恨又覆盖上来 她的爹娘被端木安国 逼死的那一幕幕又在脑中 不停重复地闪现 一口心田自胸腔涌上猴肩 嘴角站出一丝血迹 一下就昏了过去 凤雨恒此时也迎到这边 玄天明飞身而起 将人揽住 同时号令全军 城防之上 不留一个火口 将士们的冲杀声震天而起 凤雨恒握住富雅的万卖 而后从空间里掉了 一粒护心丹塞到她口中 大声道 她仍无大碍 搬走连王呢 搬走摇头 追上步 端木安国的大军 把那条路封锁起来 我过不去 凤雨恒心头微惊 可眼下去也顾忌不了太多 她命人将富雅护好 就准备跟将士们 一块冲上前去拼杀 玄天明却一把抓住她的手 沉着脸道 老老实实在本王身边待着 再乱跑 腿给你打折 搬走 对此十分赞同 对两条腿都得打折 这媳妇 简直太不好管了 不过 玄天明话音一转 一把火烧了都通府 倒是挺给本王长脸的 要说端木聪的死 让北界将士群龙无手乱作一团 那么凤雨恒的回归 就相当于给大顺将士 打了一记强心针 神射天机 以玄天明凤雨恒二人为中心 渐渐围拢过来 在他二人四周 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因玄天明下了城墙之上 一个活口不留的命令 两百多神射各个弦上 搭了多支利剑 对着城墙上方就开始挥射 神射剑出绝对虚发 一攻拉三剑 三剑必中三人 眼瞅着一个个人 从城墙上方栽下来 掉到下方冰雪地面 枝残肉断 凤雨恒别开目光不愿再看 这一场仗 其实并没有打多久 甚至大顺将士抱着木柱 去撞城门 都没撞完三下 城门里头已然有人主动将门打开 迎大顺兵马入城 白泽一边打一边说 城墙上那些都是端木安养出来的精兵 他们只认端木安国 不认大顺 杀了也就杀了 但下方城里的兵马 可都是大顺在养着 能打开城门 算他们有良心 城门一开 大顺将士全勇一般冲了进去 原本拥挤的人群 立即被分开两段 在西北军有序的冲锋下 北界将士纷纷放弃抵抗 扔下兵器蹲在雪地中 从城门开始 一条宽敞大道 被将士们分了开 玄天明与凤雨恒二人分齐在两匹马上 身后跟着白泽搬走 神机营将士 以及数万西北大军 玄天明又指虎符 右手扬起 那虎符就在他掌心中扣着 一走一过肩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本王乃大顺朝九皇子 圣上清风的豫王玄天明 今日凤凰命指虎符 于叛臣端木安国手中 收回北界全部兵马 众将听令放下武器不抵抗者 本王依然是你们 唯我大顺子民 依然是你们是唯我大顺 保家卫国的热血儿郎 当然若有始终认为自己是千州血脉 因为这片土地属于大顺 而心有不服者 大可以冲杀上来 本王给你们一个 为千州御血奋战的机会 并且承诺 在你们战死之后 定会将尸骨送回千州 送到千州国军面前 且看看你们的国军 认不认你们这些子民 愿不愿意将你们的尸骨 葬入千州国境之内 白则悄悄地告诉凤与恒 什么血不血脉的 若是几十年前怕事 还有这么一说 如今离北界归属大顺都百多年了 他们还能剩下多少千州血统 对千州还能有什么记忆 最多就是老一辈当故事讲过一些 端木安国那孙子 在控制人心 这方面倒是深有研究 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方法 凤与恒分析着 这恐怕就是心理学的雏形 端木安国在这方面 倒的确是手段高明 玄天明的大军一路进城 未再受到任何阻拦 将士们一路上 开始有序地清理尸体 待玄天明行至 关州之州府门前十 前里来报 此次攻城 杀敌三人 其中有两个将领抓了火口 伤者已经集中到一起 待军医入城时 在集中治疗 对此 玄天明并没有什么意义 他只是告诉前里 把端木聪的尸体留好 本王还有用 说完 翻身下马 拉了凤与恒 就往支州府里走了去 这支州府上很安静 没有多少人 却也不见混乱 应该不是因为城内动乱 而产生的萧条 玄天明几人一路走至公堂 但见那公堂门口 正有一老者 默默地在那处跪着 手里捧着一个侧子 听到有脚步声 赶紧就抬了头 盯着玄天明就看了过来 白泽先一步上了前 问那老者 前方所贵何人 老者却并没答他的话 只是丁丁地看着玄天明 半晌才开口问道 请问 尊驾可是大圣的九皇子 玄天明点头 正是本王 老先生是这支州府的人 老者明显地松了口气 自言自语道 试了九皇子穿紫衣 戴黄金面具 既然郡主尚未及及 试了就是你们 说完冲着玄天明就磕了个头 老朽总算是把殿下宁给等来了 也不负支州大人凌去时的嘱托 他一边说一边将手中册子 高举过头又道 老朽是这支州府的幕僚 关州支州赵天祺赵大人 于年前往松州 去给端木大都统助寿 临走前 遣散了府上所有差役和下人 只留老朽一人再次等候 这本册子是赵大人留下的 大人有命 这东西只能交给三人 分别为大顺的九殿下七殿下 以及继安郡主 关州支州府的一间幕僚 将一本册子 亲自交到玄天明手上 待玄天明把那册子接过之后 他又道 赵大人说了 上交这本册子不求别的 只求九殿下能够放过他的家人 北界三大洲的支州 全部被端木安国所控制 这些年没少为端木安国办事 所有罪责赵大人愿一力承担 请殿下放过赵家之人 玄天明把那册子展开 凤与恒一凑过去看 但见那册子上一页 一页所记载的 全部都是近十年来通过关州 进入过北界的大顺官员名单 以及这赵支州所分析的他们 跟端木安国之间的关系远宁 除去这些 还特别标注了每年 都来给端木安国祝寿之人的名单 玄天明将册子揣入怀中 上前一步 亲自把那幕僚给搀扶起来 老先生 本王不是要命的阎王 只要任我大顺 就是我的子民 关州之州赵天奇 被端木安国胁迫多年 却依然能够为大顺朝廷所想 能够冒着生命危险 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 足以见其中国之心 你放心 对于被端木安国胁迫 并拘禁在松州的赵大人 本王定会尽全力营救 就回来 他就是这北界都统 他的全家包括先生你 都是我玄家永不会忘的有功之臣 那幕僚看着玄天明 听着他这话 眼睛一下就湿了 颤颤地说 老朽跟了赵大人十几年 自愿留下等待朝廷大军来此 赵大人说的没错 这天底下 唯有七九两位皇子 与姬安郡主可信 殿下 赵大人可是个好官啊 您一定要救救他 他从来都不愿去给那端木安国祝寿 可是没办法 他是朝廷亲命的支州 又在端木安国管辖范围 不去不行 可自从去了松州 就再也没回来过 那幕僚姓孔明生 一直跟在玄天明身边 倒是给他讲了一些有关于北界的事情 他说 郡主烧了都同府 现在松州的东宫 就是那端木安国的老巢 在东宫里 为他生儿育女的人数不胜数 他甚至把女儿孙女往外头送了不少 具体都嫁到了何处 赵大人查过 但始终不曾得知 凤玉衡就坐在玄天明的身边 二人并肩坐在同一张大椅上 认真听着孙生的话 听着别的着 眉心就紧拧了起来 难怪见不到家族子孙 原来是送到了外面 要么就秘密地养在东宫里 养着的倒是不怕 怕就怕在 谁也不知道 端木安国到底送出了多少血脉 而这些血脉又分布在何处 一切为之总是可怕的 玄天明一与他有着同样的想法 他沉声问那孔生 先生既任我为主 但请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孔生点点头 继续道 至于端木安国 究竟有多少子孙 这个没人知道 老朽曾与赵大人分析过 我们都在猜测 只怕就像端木聪这样的长子 他也无法计算得亲自己 有多少弟弟妹妹侄子侄女 但是这些年来 端木卿比较宠爱的 就是 他那个死在了京城的孙子端木卿 不过 那也是比较宠爱而已 但其实 最得端木安国欢欣的一个孩子 叫做端木梨 在十五年前 被送到了千州做人质 十五年前 凤与恒一愣 难不成端木安国从十五年前 就开始谋划起这一切了 孔生不等他问 便继续道 没错十五年前 那一年 赵大人刚刚到关州上任 千州有三分之一的龙脉 在北界三省的地境内 所以 两边为了这个事情 不止一次的秘密合作 甚至八年之前 北界的那次雪崩 就是端木安国私自去挖千州龙脉而造成的 玄天明点了点头 这个本王倒是听说过 据说那龙脉所在之处 是松州与江州之间 这个老朽就摸不清楚了 孔生实话实话 不过那边的确重兵把守 而且从不让大顺朝廷派来的兵将驻守 端木安国有自己的兵 而且全部有千州血统 他为的 就是有朝一日 利用这些人的追根寻缘之心 来操控他们 为自己与大顺兵力对抗 凤宇恒冷声道 这还不是最终目的 我们分析 他这人不过是个要银子 为的是让千州和大顺大动干戈 他从中做收鱼翁之力 反过来吞了千州 他们这边正商量着 门外白泽走了进来 到二人面前一拱手 主子 端木聪的尸体如何处理 玄天明摆摆手 对那孔生说 先生先去休息一下 待本王处理完军务 在与先生长谈 待那孔生退去之后 凤宇恒抢先道 我要去看看 那尸体上有我的东西 我得拿回来 玄天明想了想便道 之前不是还绑了两个北界将领吗 一并带上来 白泽应声而去 再回来时 便由四个将士 压着两个俘虏上了膛来 后头还跟着担架抬着的端木安国 凤宇恒起身迎了过去 走洞间 自空间里掉出副衣用口罩戴了起来 再拿了把手术刀和镊子 到了尸体前 二话不说 直接那刀就往端木聪的眉心处划了去 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他 从里面取了一个东西出来 这才又想起端木聪 死亡时的那诡异一幕 如今看来 应该就是那个奇怪的东西 置其余死地的吧 可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郡主是如何做到把他 打到端木聪的脑门里的 凤宇恒利落地把取出的子弹 和刀具放回空间内 再转头看了一眼那两个活桌的将领 其中一个他认识 正是在松州时 到客栈区耀武扬威的大胡子 他笑着问 怎么 你也跟着端木聪来了 是不是觉得能跟在他身边 给端木安国打头阵 很是荣幸 是不是还想着 回去之后能加官进决 可是你们又有没有想过 这一来 就再也回不去了 那大胡子一哆嗦 他早就把这女孩给认出来 可以正因为如此 他被生情才觉得更加可怕 九皇子杀人不眨眼 传说他这个媳妇 比他下手更狠 不过 这次玄天明到时 让他比较意外 因为他听到对方正在说 一会儿吃顿饱饭 本王叫人送你们回松州吧 大胡子一愣 正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然而 后头的话又传了来 听得他头皮阵阵发麻 那依然是玄天明自己在说 你们顺便 把这端木聪的尸体 给他爹送回去 就跟他说 本王的媳妇不懂事 来一趟北界 又赶上大都捅过瘦 也没说备份重礼 就一场烟花 实在是太寒酸了 女人嘛 如今本王来了 这份厚礼必须补上 也不知道 他一个儿子的姓名够不够 你去帮本王问问 他要说不够 本王回头再杀几个 大胡子和另一人听了 这话之后 站都站不住 脚一软 扑通扑通坐到地上 那大胡子不停地求饶 九殿下 求求您放过我们吧 我们也是被逼的 那样的话属下是万万不敢说 万万不敢说啊 玄天明二话没说 一脚 就往他心口上踹了去 这一脚力度不小 直接把那大胡子踹飞 撞到公堂侧面的武器架上 而就在他踹也这一脚的同时 凤玉衡也没闲着 他与抬起一脚 踹向那另外一人 也奔着那边去 两人跌落汗式地压在一起 下面的大胡子 一口血就被撞了出来 玄天明则完全不理会那二人 只扭了头问身边 这死丫头 媳妇 脚疼不疼 北界三省 关州是山门 松州是复兴之地 江州离千州最近 是真正的边境 他们拿下关州容易 想要入主松州 却没有这样轻松了 晚上后 玄天明集结部将 开始部署周密的作战计划 凤玉衡一参与其中 凤玉衡的事迹 早已经在军中广为流传 更何况 他今日还击杀端木聪 让全军将士 看到了如此震惊的一幕 凤玉衡已然是大顺军中 一个传奇般的存在 他伴在玄天明身边 让所有有份参加 此次作战计划会议的人 都产生了一种骄傲之感 不过他却并没能参与多久 随着先头部队进了关州 后方随行人员也依次进城 其中就包括 已经追关州城外 并且与前里的大军 成功会师的望川黄泉一行 以及这一路上 作为他替身存在的白芙蓉 凤玉衡从一听出来 望川黄泉两个丫头 迎面就扑了来 望川倒还算冷静 黄泉却没控制住情绪 一把将凤玉衡给抱住 委屈的眼泪都掉了下来 凤玉衡无奈地拍拍他的背说 你再不放开 就要把我给勒死了 黄泉一跺脚 这才把手松开 口中却道 小姐要是再不出现 奴婢就得在殿下面前自吻了 望川无奈地摇头 却也跟着说了句 小姐这次行动 实在是太过冒险 我们本打算再见不到小姐 就要想办法进城 四处打听打听 凤玉衡告诉二人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危险 更何况搬走来了 有她在 总能护得我平安就是 黄泉冷哼一声道 那小子她还知道从京城死过来 算小姐没白疼她 不过我看她刚才去看了两回那个富雅 是小姐分给她的任务 凤玉衡微正 这才记起 之前她去看富雅的时候 搬走的确是在的 可她并没有留这样的任务给搬走 却不知那家伙 为何这般上心 见凤玉衡没说什么 黄泉又想再问 却被望川把话给截了过去 先不说这些 小姐 有个事儿 这几日 奴婢一直在心里犯着和计 三人一边说一边往 这支州府的后院去走 他们走过一进院 穿了二院的过廊时 望川停住脚 指着那院子里的一间屋子小声说 白家小姐住在里面 是跟我们一起从扎营地过来的 自从殿下大军与前副将会合之后 我们看到白家小姐时 就总觉得 她似有些不大对劲 按说这人从前在京城时 我们也都认识 白家小姐人长得漂亮 但却不是那种胭脂装扮出的好看 几乎未见过她湿脂粉 即便年节时 最多也是青装 可这次见面 她却是浓妆艳抹 红唇无时无刻不涂的娇艳 还说那样很是好看 黄泉点点头 也跟着道 咱们可没看出哪好看 只是觉得怪异 就好像换了一个人 与从前的白家小姐是两个样子 望穿想了想又道 或许她如此妆容 是为了掩饰什么 因为有一天夜里 奴婢看到她在吐血 凤雨恒眉心紧拧着 白芙蓉浓妆吐血 清乐留下的那条手帕 也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她 这里面一定有事 她本是想再见到玄天明之后 立即跟她提这件事情的 但见面时是在战场 后来又见玄天明并没什么大碍 这事儿便就耽搁下来 如今被望穿提起 她想了想 干脆抬了脚 直接就往白芙蓉的房门口走了去 见凤雨恒来了 将士们纷纷行礼 凤雨恒开口问了其中一人 屋子里面休息的人可有出来过 那将士摇头 回郡主的话 没有 除了之前白芙蓉来过一次之外 这院子再无人出入